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就叫做 榕樹頭 最初是否這樣的呢 或者這一區本身是否最初是這樣的呢 其實最初不是這樣的 先給一張舊上看看 榕樹頭 是有店舖的 不是一個四四方方的 空地 是有店舖的 這張是七十年代 高處拍下來 正正榕樹頭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變化很大 我們身處的空地 你看看 排流的位置是有店舖的 即是說其實到七十年代 這裡也不是這樣的 1928年的報紙 提到榕樹頭前面那些屋 的買賣情況 但很明顯我們看到七十年代的照片 有店舖的照片 其實戰前已經有了 1925年的廟是這樣的 你看到廟前面 有少少露天地 即是說 這裡就算有人住 有店舖也好 其實廟前面 怎樣也有少少空地 由25年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還能看到 編發不太大 這裡是天后廟 大家沒有來過都應該知道 這裡有一間天后廟 廟裡面最舊的是銅鐘 銅鐘是最舊的 廟前最舊就是門前的石獅子 這個廟最初不是這裡 最初 它為什麼會在這裡 其實大概是1890年的時候才落成 剛才我們看到裡面 有留意的那張照片 我在裡面拍的 1925年 1925年那張照片 都很舊的 看到那廟也很舊的 究竟最初的面貌 是不是1990年的年代 我們不知道 但可雖然知道 至低限到1925年到現在 都接近100年 都90年了 似乎變化不太大 都是這樣的面貌 當初的規模 就是現在看到的規模 有五座野 有五座野 剛才你走過應該會見到 就是天后就是最正宗的間 接著有城王 旁邊左右都有間觀音 零零射射 這裡就什麼都沒有 這裡叫書院 叫書院 當然是讀書的地方 後來就變過很多次 我給你看看一張舊照片 現在進不了去 2005年的照片 現在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最重的時候 都曾經想發展到 就放了照片做解籤檔